过去20年都有哪些社会名人去世 除了张学良、张国荣、科比、乔布斯、金庸、袁农、平等 全世界还有哪些著名人物在过去的20年里去世 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而且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之后一定会有非常奇特的发现 我也会在视频结尾专门为大家说明 2001年2月24日 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创神克劳德香农去世 周年85岁 2001年4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去世 中年33岁 我被9184遍 我判断错误了 2001年10月14日 前国民党军事将领张学良去世 中年100岁 2001年11月29日 著名乐队披头士成员乔治·哈里森去世 中年58岁 2002年9月9日 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诗人顾玉秀去世 中年100岁 你看着你这个名字多好清 2003年2月11日 中国相声泰斗马三利去世 周年88岁 袁世凯之孙吴建雄的丈夫 著名物理学家袁家刘去世 周年90岁 2003年3月17日 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布卿去世 周年100岁 2003年4月1日 香港著名歌手及演员张国荣去世 中年46岁 2003年7月29日 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凯茨林·赫本去世 中年96岁 2003年9月12日 美国乡村音乐态度约翰尼卡什去世 中年71岁 2003年10月23日 蒋介石副任及助手宋美玲去世 周年106岁 2003年12月30日 香港著名歌星及演员梅艳芳去世 周年40岁 2004年4月14日 中国荷兰登峰市公安局局长 任长霞英功逊池 周年40岁 2004年6月5日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去世 周年93岁 2004年7月2日 美国电影明星马龙·白兰杜去世 周年80岁 2004年10月5日 英国生物学家DNA结构的发现者 之一莫里斯·沃尔金斯去世 周年87岁 2004年11月24日 著名作曲家和填词人黄瞻去世 周年63岁 他现在跟我很熟 他希望他就要做维护局后 可是我就决定 我最维护局后不跟爱因斯坦 2004年12月3日 世界著名数学家陈显生去世 周年94岁 2005年4月24日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费孝通去世 周年95岁 2005年8月18日 中国小品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去世 周年46岁 2005年10月17日 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去世 周年101岁 2006年12月25日 美国灵魂乐教父 说唱嘻哈等音乐奠基人 詹姆斯·布朗去世 周年73岁 2007年1月5日 日清视频创办人 泡面杯面的主要发明和感良者 安藤百福去世 周年96岁 2007年6月23日 意大利电影导演 米开朗奇罗 安东尼奥尼去世 周年94岁 瑞典电影导演 英格马伯格曼去世 周年89岁 2007年9月6日 意大利南高音歌唱家 帕尔罗蒂去世 周年71岁 2008年1月28日 好莱坞电影演员 希斯莱杰去世 周年28岁 2008年8月3日 俄罗斯哲学家作家 索尔人尼行去世 周年89岁 2008年8月26日 美国著名演员 保罗·纽曼去世 周年83岁 不会这种都自杀 我们怎么能作为 作为艺术家 作为不讲话 2008年10月18日 中国著名导演 谢靳去世 周年84岁 2009年7月11日 中国语言学家 翻译家 姬献林去世 周年98岁 2009年9月11日 日本漫画家 辣笔小勋作者 究竟一人醉牙 失旧 周年51岁 2009年10月31日 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工程员院士 钱学森去世 周年98岁 2010年6月25日 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画家 吴冠中去世 周年91岁 我的屋里只靠了五分 所以我建筑要建筑利息 2010年7月20日 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前伟长去世 周年98岁 2011年10月5日 美国发明家企业家 斯蒂夫·乔布斯 去世 周年56岁 2011年10月12日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C语言创造者 UNIX系统关键开发者 图灵奖获得者 丹尼斯·里奇去世 周年70岁 2011年10月13日 广东福山市女童王月 被多名货车碾压 18名路过行人 未失救 最终去世 周年2岁 2011年10月24日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Lips语言创造者 人工智能之父 图灵奖获得者 约翰·麦卡锡去世 周年84岁 2011年12月21日 著名画家作家孙普去世 周年84岁 2013年6月25日 著名武打明信及导演 刘家梁去世 周年78岁 2014年8月11日 著名演员 罗宾·威廉姆斯自杀 周年63岁 2015年1月16日 著名青年歌唱家 姚贝拉去世 周年34岁 谁是民主的计则 他们是我的人负责 我意思是民主的 2015年3月23日 新加坡开国领导人 李光耀去世 周年92岁 2015年5月23日 美国数学家 经济学家约翰·纳什 去世 周年86岁 2016年1月10日 英国摇滚音乐家 创作人及演员 大卫·鲍伊 去世 周年69岁 2016年5月25日 著名作家 翻译家 钱中书夫人 杨将 去世 周年105岁 2016年6月3日 美国著名全金属 穆罕默德·阿里 去世 周年74岁 Hallelujah 2016年11月7日 加拿大歌手 世人级小说家 里奥纳德·科恩去世 周年82岁 2016年11月25日 古巴军事家革命家 菲尔德·卡斯特罗去世 周年90岁 2017年1月14日 著名语言学家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 周年111岁 吴承恩就把唐僧的形象 专门给 2017年4月15日 西游记导演杨杰去世 周年88岁 我又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复习功课的 2017年10月16日 著名表演艺术家 颜顺开去世 周年80岁 2018年3月10日 著名时尚品牌 纪凡西创始人 宇贝尔德·纪凡西去世 周年91岁 你把玻璃丝袜送给美国人 美国人很高兴 哎呀 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 你把这个同样一双袜子 送给法国女人 法国女人说 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 2018年3月18日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李敖去世 周年83岁 2018年4月20日 著名电子音乐制作人艾维奇去世 周年28岁 2018年7月19日 日本著名编剧乔本仁去世 周年100岁 2018年8月15日 日本漫画家樱桃小丸子 作者樱桃子去世 周年53岁 2018年10月15日 微软联合创始人 保罗艾伦去世 周年65岁 2018年10月25日 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勇去世 周年50岁 2018年10月30日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 周年94岁 2018年11月12日 美国著名漫画家制作人斯坦里去世 周年95岁 2018年11月17日 中国核武器专家核实业开拓者 核实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成开甲去世 周年101岁 2018年11月26日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漫画家 海绵宝宝的创作者斯蒂芬·海伦伯格去世 周年57岁 2018年11月30日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去世 周年94岁 2018年12月15日 中文历史小说家 二月何去世 周年73岁 时代不同 但中文历史的经历 可能去到4岁 2019年1月16日 中国清淡之父于敏去世 周年93岁 2020年1月26日 著名南球运动员科比去世 周年41岁 2020年10月31日 苏格兰著名演员 肖恩·卡纳利去世 周年90岁 2021年2月27日 著名演员吴梦达去世 周年69岁 我不能躺在功劳部上 睡大觉 应该继续努力 2021年5月22日 杂交水稻之父 袁农平去世 周年92岁 2021年7月26日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 阿尔伯特·班杜拉去世 周年95岁 至于2022年 有哪些著名人物去世 相信大家记忆犹新 这里就不说了 需要说明一下 这些数据都是根据时间顺序 从几万条百科词条里整理出来的 全世界大约每个月 有100多位人物去世后 会被主流媒体报道 并收录金百科词条 这也是能够被称为 社会名人的最基础的条件 每年大约有1200多位 我只是挑选其中 知名度较高 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必然有很多漏掉的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这里就有了第一个 有意思的发现 每年大约有1200多位 社会名人去世 过去20年 也就是有大约24000人 而全世界在过去的20年 一共去世了多少人呢 根据联合国数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去世 20年也就是10亿人 所以要成为社会名人死后 被新闻媒体报道 进入百科词条 也就是大家心目中标准的成功人士 这个比率是0.000024 大约是五万分之一 而双色球三等奖的中奖概率 是它的两倍 五万分之二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 就是很多科学家 尤其顶级科学家 寿命也都非常的高 而娱乐明星那一人物 寿命给人的印象就没那么长 当然这并不是说娱乐明星就短命 只是整体上给人的一种印象而已 但上面说的这些 或许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真正让人诧异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看着这些人类中的佼佼者 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 在我们的周遭存在逝去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和我一样 产生一种疑惑 到底是什么让我这样的普通人 夜里能够酣眠 每天能够自信满满的起床 在这些满级人类跟前我 甚至连一丝尴尬都没有 而我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所谓成功 在这些人面前明明啥也不是 我只是统计学上的分母 沧海一粒 花式表演者 每天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失败 但是很抱歉 我吃的好睡的香 而且孩子不停的奋斗着 为着平凡 甚至有些愚蠢的目标奋斗着 我到底凭啥 这其中的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很清楚 美国人说人人生而平等 我看是放屁 人的相貌 身高胖瘦 高低 智商 资产各不相同 长大以后还能平等 那就是见鬼了 这话应该这么说 在死亡面前 人人生而平等 管你是谁 反正最后都要死 都死了一律八光带走 从这方面看 死神比上帝要公平的多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却也是人类最大的幸运 至于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的佼佼者当中 自然有伟大的人 不过厚颜无耻的也不少 固然在外界眼里 他们都是成功者 但你若问他本人是否成功 恐怕也是各种遗憾是唯唯到来 由此看来伟大者不见得成功 成功者也并不一定伟大 伟大的人自然值得尊敬 平凡者也没什么进步的人 因为毕竟平凡者也可以活得很成功 而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我觉得已经有人百倍完美的表达过了 比如当年明月在明朝类先生结尾说的 此前我讲过很多东西 很多兴衰起落 很多王侯将相 很多无赖更替 很多风云变化 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 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 以及一切的一切 只是粪土 先变成粪 再变成土 现在你不明白 将来你会明白 将来不明白 就再等将来 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 也行 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 它超越上述的一切 至少在我看来 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 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 或是词句来表达 用最欠揍的话说是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 在编约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 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 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 找到了这句合适的话 这是一本台历 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 却从未翻过 早已过期的台历 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 放在我的桌前 他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 始终的坚持 他静静的 耐心的等待着终结 他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 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 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 在上面有着最后的答案 我翻开了它 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 连人名是谁都没说明白的 名人名言 是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就是我想通过许家课所表达的 足以藐视所有王后将相 最完美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 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度过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